最近282930的时候呢 韩国顶流女团Blackpink那个Lalisa 去了风马秀做了演出 但是呢她去演风马秀这件事情 反而掀起了非常大的震荡 我觉得在台湾好像大家还蛮淡然的 就是Lisa要去风马秀 哦好啊好啊好啊就期待这样子 但是没想到先是在韩国韩粉 有一部分的人很失望 就是觉得说天哪我们的女星 怎么会跑去风马秀 然后最让我惊讶的是中国网友 就是中国网友不知道在义愤填膺什么 第一Lalisa又不是你们中国人 她是泰国人 她跑去了风马秀演出 一堆中国小粉红薪水 对她的评论非常的难听 例如说我们也会看到媒体上面报导说 Lalisa去演上空裸秀 把自己沦为妓女般的样子 哇我觉得这些词汇真的很严重 所以呢 因为我们之前 大家应该已经有听到 背后已经有很生气的声音了 真的是 我们有一个好朋友是艾哲吗 他是马来西亚人 他曾经旅居在巴西跟法国 那他在法国的时候也是 就是歌舞秀的头牌演员之一 那我们先来欢迎艾哲 哈喽大家好 艾哲 我现在看到很多的新闻 Lisa她去跳风马秀 对我们来说 或是我们同文城很大 再加上好 我自己本身是Lisa粉 就是Blackpink 我最爱的就是Lisa 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其实是非常期待 我很好奇 她可以在里面有什么样的表演 但是我很意外的是 好多人把风马秀 称为法国第一裸秀 或是法国情色秀 你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 就是到底 她到底情不情色 她到底是怎么样 她是去演 然后会勾起男人的性欲的一种秀吗 不会 我不会说她不会 因为你知道 她什么叫做不会说她不会 那就是会了 我要说有可能 因为世界上各种人都有嘛 我们不知道人家的 那个遐想空间在哪里 可是风马秀 她就是纯女生的表演 只有女生 所以大家就把它做成像 什么脱衣舞娘啊 什么东西 可是对我们来说 就是我在法国表演 Cabaret里面 Crazy Horse 也是Cabaret的其中一间公司而已 那只是她的形式 跟其他的公司 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在那个时候 就是Crazy Horse 他们专用光和影 来做这个演出 在巴黎里面的Cabaret里面 如果单用光和影 来做演出的话 他们算是比较前卫一点点 然后再来 如果你说 他们的舞蹈员也有裸 其实巴黎的每一间Cabaret 都有裸 他的裸不是说 我把衣服脱掉 然后在你面前做一些猥亵的动作 并不是这样 我也有裸啊 我也有给观众看我的PPR 我也有裸上身啊 就是服装上面的限定啊 因为光和影 如果你在穿上服装的话 你的光和影怎么打在身上呢 那他不是说大白光 然后很赤裸的看到每一寸肌肤之后 再用光和影的东西来呈现 他是在一个很暗的状况之下 只有光和影 所以他是隐约的看到你的身体 然后他们不是全裸 当然裸上身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巴黎的那个Cabaret秀里面 不管利都啊 红魔坊啊 是 都一样 都一样 各个Cabaret 不管哪一间 都一定 女生首要条件 一定是会裸上身 那是一定的 可是他不会叫你裸下身 所以他其实不是三点全露 他其实就是最多只会露出他的胸部而已 对 对我们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是裸上身啊 他并没有情色 可是你们的老板或是创作者或是导演 有跟你们解释过说 为什么要裸上身吗 他们没有特别解释 可是你知道其实Cabaret是一个很传统的演出 他们很多演出都是 10 20可能30 40年前就这样下来 他们就一直这样裸下来 然后没有人会去问他为什么 他们裸是因为我们表演者在台上 其实就是观众的一个imagination 然后我们是一个perfect body 他们其实看的就是很完美的一个身体 在台上呈现演出 所以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的部分 然后我在表演的时候 我也不觉得他是一个下三烂的演出 所以我不表演了 没有啊 反而我觉得女生如果多穿一件bra 反而会多了 太多东西 身上太多东西 为什么 美感啊 身体的曲线美感啊 其实对舞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身上没有东西 然后在跳舞 就像第一次去裸泳一样 如果你们谁有这个经验的话 就你会觉得 感觉怪怪的 我该怎么办 怎么悬空 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在排练的时候 其实我们排练第二个月 要试服装的时候 其实就直接说 好 午餐之后 女生上身全部镂空 接下去排练 然后女生的呃 突然间就不会跳了 因为真的真的 大家都是专业的舞蹈员 然后突然间 裸上身之后 不会跳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是他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演出服装 他的服装就是没有衣服 就是这样子 那我想问你 就是谁才可以当 Crazy Horse 或是这一些 Cabaret 歌舞秀的演员 或是舞者 他是谁都可以去吗 不是呢 我也是经过两三百人的那个audition之后 被选下来的最后五个男生 你觉得谁都可以去吗 而且各个Cabaret 他的那个style是不一样的 特别是像Crazy Horse 我怎么说 我上次有提过就是Crazy Horse 他很要求女生的那个云层度 然后他的手长跟脚长跟腰的高度 都要有一定的比例 对啊 这是Crazy Horse 很要求的 可是他们是唯一一间Cabaret 不要求女生要超过175公分的 就是女生可以在170以下 就是可能在160到170的高度上 都可以 可是你的那个云层度要达到他们的标准 那他们是怎么样 就是这些舞者是特班出身吗 还是其实我今天想要跳 我就可以去考试这样 如果你觉得你可以跳到他们的style 你可以去 几乎每一个都是科班出身 每一个都至少有最基本的舞蹈底子 当然那个是最基本的 所以大家都是从各个舞蹈大学学院 出来的舞蹈员 我们会说这个比较Entertainment式的 一个表演方式 可是大家都一定要有 最基本的那个舞蹈基础 你才可以去 不是谁都可以去 你知道其实在这一段时间 有很多人用不一样的方式切进去聊 然后我有看到有人说 你看就是其实像 红模仿啊 Crazy Horse 他们其实一刚开始就是做给男性观看 跟欣赏的物化女性的表演 没有 我其实有一个问号是真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些是无知的人在 所以黄下定论 就是他们自己保有自己的保守思想啊 然后就觉得 这就是要给男生看的 哪有 刚才我有提到就是说 谁跟我说这个 我们舞蹈员在台上的时候 是观众的那个perfect image 这是里面一个裁缝师跟我说的 一个阿姨 她跟我说 她说你们知道 你们在台上表演 你们就是大家的梦想 所以那个梦想不是给男生看的 反而是给女生去看 啊 我多希望我自己像她一样 这样轻飘飘的在台上跳舞 然后我多希望 怎样怎样 这个男生可以 可以那么 雄壮有力的台起女生 这样子 我们是观众的一个dream 所以她不是一个 专门给男生看 或专门给女生看的 没有 就是她是一个演出 她的门槛很高 而且她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她们至少要训练几个月之后 最少两个月之后才可以上台 一支舞哦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我常常会觉得啦 当你会说出 这是物化女生 或是这是物化男性的时候 通常是因为 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 所以你这么认定 别人是这样子去操作 对 就像 例如说 最近在台湾 应该也是这个月 还是上个月吧 有两党演出哦 一团来自于澳洲 另外一团来自于韩国 而澳洲团的 它就是一群猛男秀 它其实是没有限定 反正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反而是韩国团 也是猛男秀 欧爸秀 它是女性限定 它只开放了一场 还两场 给男生可以买票 如果大家都认为 上空的女性的秀 因为以前我们比较常这样子嘛 而且在台湾早期 还有所谓牛肉场 但是我们不 我们今天先不把牛肉场 跟力都秀 还有风马秀 摆在一起 差太远了 牛肉场不需要训练 我们先暂时不需要 去讨论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就把一张票 都要价你 两三千块 还是秒杀 在台湾 还是秒杀的这些秀 难道你们去看的这些秀 这些猛男秀 你们不在物化男性吗 还是你们在欣赏这一些 花了很多钱投资自己 还要会跳舞 还会要能够跟观众互动的 这些舞者 你们在欣赏他们完美的身材呢 对啊 可是这个又不一样哦 他们的是真的是 用自己的身体 就是拿小费啊 他们就是 这些猛男秀是真的是 你可以去摸的 就是不要招报 对我也只能这么说 因为通常我们在台上做秀的话 然后我们看到有人在偷拍 我们会打个眼色给那个保安 如果保安没有看到的话 保安会直接上前去 没收你的电话 然后他不管 他会把所有的照片都会一律删除 不管你之前拍到什么东西 所以如果是他之前去哪里旅游 那个也都会全部被删掉 不管你 不管你 因为已经说了 因为他表演之前一定会说 而且在欧洲是非常严厉的 就是那个人权相 你不能去偷拍别人 而且当人家在裸露的时候 特别是人家在裸露的时候 你不能用不单单手机相机 或者什么东西都好 你不能这样做 所以那些有拍到照片的人 这些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 是影片哦 是影片哦 哦 拍影片哦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道德 这些人非常的不道德 简单来说 我们就说这是没数值啦 就是因为你看演出 你其实就是尊重这一个作品 因为你拍到的东西 不单纯只是拍你喜欢的艺人哦 你拍到的东西 其实是所有的台前幕后的创作 跟他们的艺术 所以在法国是完全不能拍摄的 他们不允许 因为他们有这个版权 他们的音乐的版权 他们的那个影像的版权 然后他们的光影 怎么去制作 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们的版权 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带出这个地方 你只能用心的看 就这样子 帮大家再维基解密一下啦 就是风马秀 或是这一些cabaret 就是所谓的歌舞表演 它其实有它的历史来由 而且啊 它如果这么情色的话 为什么红模仿还可以被拍成电影呢 对啊 红模仿你说它没有拖吗 Crazy Horse 它台上才12个舞蹈员 红模仿呢 红模仿台上有60个舞蹈员 然后女生就有 女生就有40个 40个都全拖 你们干嘛不说它也是这个 上空秀啊 是 也不说它是个下山烂的演出 也不是啊 而且我帮大家去做了一下功课啦 风马秀呢 在法国第一档结合光影表演的歌舞秀 对 然后它的光影呢 可以想象你就是去到一个全黑的空间 然后开始有不同的剪影打在人的身上 或是很绚烂的投影打在整个空间里面 所以每一个人的身材会透过这些光影的变化 然后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其实你在欣赏的并不是一个人的bate 你不是在去菜市场跳猪肉啊 你其实看到的是 可以戳两下吗 不同的身体线条 透过每一个舞者 还有歌的串联 然后跟光影的变化 是一个艺术的呈现 它是一个非常有艺术形式的 而且他们每一档其实都有找不同的设计师来设计 对啊 然后呢 Lisa本人当然是第一次跟风马秀合作 但是如果你要说风马秀 它第一次跟外面的人合作 而不是只是做自己的秀 是从什么时候呢 从2006年 就是从Dida Fontys 一个非常棒的舞者 开始 在不同的年份都会跟不同的艺术家合作 包含像2007年也有 2010年呢 他们是跟一个法国的演员合作 然后这个法国演员呢 她是嫁给意大利的王子 所以代表她是意大利的公主 那你要不要也讲说 嫁给意大利王子的法国演员 她是一个堕落的女人 然后他们有多酷呢 2014年他们跟一个奥地利歌手 叫做Candita Wurst合作 你们知道她是谁吗 她是一个奥地利的歌手 但同时间她是Drake Queen 也就是说 Crazy Horse 虽然她的舞者全部都女性 但是他们也大胆的 那是那个Eurovision 出来的冠军啊 对 她也大胆的跟一个 生理男性的歌手 然后她是Drake Queen合作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酷 在2019年 也就是疫情前 她跟一个拉脱维亚的歌手 叫Victoria Modesta 她是一个歌手 但同时也是一个model合作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 因为他们就是跟这个歌手合作 然后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他们决定做一个仿生的showgirl 什么叫仿生呢 他们做了一个很像三角锥 很漂亮的三角锥 然后放在那个歌手的一只脚上 所以他们完全改变了 人的身体造型 在他们Crazy Horse的网站上面 都可以查得到 那在他们合作的历年来的 所有的演员 或是所有全球的model啊 歌手 都在当地非常有名的人 那今天只是亚洲的一个 顶流女歌手 去跟他们合作 那不是应该是我们 作为亚洲人的一种骄傲吗 Exactly啊 我觉得当你 send给我那个连结的时候 我看到我真的吓一跳 我说 他们怎么那么不引以为傲啊 还有那个 你刚才说那么多明星嘛 Beyonce也有那个 music video也是在那边拍的 那个partition 是 对啊 也是在那边做的 然后我真的觉得 这些亚洲人啊 应该要引以为傲 一个亚洲人可以在里面做演出 其实是很不简单的 当然依你的那个身形 你要有跟他们 差不多一样的体型之外 你会看到Crazy Horse里面的女生 体型都是一样的 当然每个人的高跟鞋的高度 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最重要是你的身体的比例 可以在里面一起表演 那是一个赞赏 我觉得 像我之前说 它是非常难进入的一间公司 然后可以在他们台上表演 当然很荣幸 然后 我不是Lisa的粉丝 我也向Lisa的粉丝 说一声抱歉 其实我自己有看到那个video 我觉得她其实也不是很配在上面跳 对啊 因为她 当然她很漂亮 I'm sorry I'm sorry 我先跟大家说sorry 因为我真的不是她粉丝 所以我其实不是很知道她是谁 可是当然我知道她很 我那天传讯息给爱哲的时候 然后我也把Lisa的IG丢给她看 因为里面有她的那个跳舞的片段嘛 然后爱哲就直接跟我说 I'm sorry 她真的不适合 而且她跳得好不好看 对啊 很差好不好 Sorry I'm sorry 因为我之前在法国的时候 我不是 我之前在公司的时候 我现在还在法国 我现在是在法国说话 然后I mean like 就是我在audition舞蹈员的时候 她这种舞蹈员我不会要呢 因为你看她 她是跳K-pop 她当然这些 你家做这些K-pop的东西 她很厉害 可是法国歌舞秀里面 其实刚才我说的就是 他们都会跳芭蕾 他们都会跳现代舞 他们都会跳爵士 是 Lisa 我不知道我没有去查她 可是她有没有这些底 她当然有可能一些爵士的底 她可能有一些什么 hip hop的底 可是如果这样子说的话 她可能她的classical 她的那个芭蕾底 不是非常好 然后所以 因为 因为Lisa她 她在泰国还非常年轻的时候 她就 她就开始在跳舞了 在唱歌跳舞 但是应该都是在接触的是hip hop 或是比较流行文化的这一块 然后之后她才考进 韩国的练习生 去当练习生 但是在当练习生的过程当中 应该比较不会有所谓的古典舞的训练 就像芭蕾啊 现代 相对比较少 从她走路 穿着鞋来走路的时候 就看得到 就是因为 你要穿着高跟鞋跳舞啊 她做不到那个东西 所以 老实说 对啊 如果你们可以 也一起去看一下的话 专业舞者 请站在我这一边 去看一下她的脚 看一下她的脚 对啊 然后而且我觉得那个只是一个宣传片啦 那个她po在上面的只是一个宣传片 故意就是给人家看到她做一些 感觉上很性感的一些动作什么东西 这样子的 可是如果要说真正的来说 她的那个穿高跟鞋的脚 提上来的时候非常的 不到位跟不正确 所以如果她真的要在里面演出的话 如果她要当一个真的里面的舞蹈员 需要再加强一点哦 加油Lisa 对于Lisa自己的个人发展 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啦 应该这样讲 因为她有时间 你知道你在一个顶流的环境里面 然后都是这些风格的表演 但你今天有机会花一个月的时间 或者花一点点的时间 然后跟来自于欧洲的不同地方的舞者 跳一个非常风格不同的舞蹈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份 她应该会很开心 所以我就觉得说亚洲人应该觉得很骄傲 因为她这样子的条件都能在里面 跟那些舞者一起表演 所以你们应该觉得骄傲啊 因为她其实还没有到那个level 她的level就是她的那个点阅率很高 她就是到那个level 她的流量很高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Crazy Horse 邀请她一起去参与演出的那个关键 并不是说她是一个很棒的舞者 然后请她来跟我们一起表演 完全不是这个东西 我相信 但我也在猜就是因为我觉得Crazy Horse 她自己也在思考 怎么样去吸引更多不一样的客群 或者不一样的年轻人 来到剧场里面看演出 所以Lisa这个K-pop 就是K-pop现在在全世界是一个主流啦 所以你今天能够请到K-pop里面的顶流歌手 到我们的剧场演出 那绝对是一个超级大的话题 我绝对相信这是一个互相利用的机会 Lisa当然是利用 I mean like Lisa很喜欢这个演出 所以她很想要在上面表演 有机会在上面表演 有机会在上面表演 对 exactly 然后可是对Crazy Horse来说的话 我觉得他们好像是要做巡回演出 然后凭着这个比较人气高的人嘛 因为他们现在好像有要办那个世界巡回演出 那就可以借由这些人 就可以引起一些亚洲人的那个讨论的那个话题 然后引起注意 那我觉得同时也可以增加他们的知名度 那Crazy Horse本身在巴黎的那个剧院很小 里面没有超过200个座位 是 里面没有超过200个座位 像红魔房里面大概有3000到4000个座位 那Crazy Horse非常小 是一个非常小的剧院 矮矮的 然后是在地下室 它是在地下室的一个剧院 所以它不大 非常的小 而且每天一定爆满 每一场场场爆满 当他要做这个世界巡回巡演的时候 没人来 那我一定吃亏啊 那我是觉得他借用这些人气高的艺人 然后来做一些宣传 对自己公司的名字的宣传 说不定他到亚洲巡回的时候 他还可以请他们作为special guest Exactly 一定会啊 我觉得一定会 可是问题就是媒体怎么翻译他们的那个名字 就是他们是什么秀 但我觉得当Crazy Horse 真的要到国际巡演的时候 媒体又是另外一个态度了 因为其实说实在话 风马秀曾经就来台湾演出过啊 并没有因此而去诽谤他 因为他也是来台湾卖票嘛 对 其实因为这一次搭的是LISA LISA 所以延伸了这么多的风暴 那中国那边的荒谬的事情我就不想谈了 就是因为我觉得真的谢谢你们 就是你们的这个政体 你们的国家还有你们的人 带给我们好多娱乐跟欢乐 就是原来如此之口小 对对对 我其实你不说 可是我可以说吗 好啊 你说 就是 我不一定要讲进去 我帮你说 觉得 所以我看到 我觉得很无耻 就是有明星去支持LISA 就是中国明星 Angela Baby 杨颖 对我也不是很知道他们是谁 Anyway Whoever I mean like 他们也是抱着一个看演出的心态 去看这个演出啊 让他们回自己国家就被封杀 就说他们去 他会评为猎记艺人哦 因为你去看了一个会煽动情色的表演 我想说天哪 你们这个国家 如果这 先假设这件事情 马来话叫甘邦啦 就 这是乡村出来 从山上出来的人吗 真的他们 思想怎么 哦 我天哪 就是假设这件事情为真 他有可能是假的哦 有可能是假新闻 对 但如果他真的是这样 而被封杀 那我真的觉得 对岸的朋友们 你们要不要觉醒啊 你们到底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 嗯 为什么大家把大家逼得那么紧 我觉得这是媒体的炒作 他们要找东西来谈 然后就 要来写 要有话题 对啊 然后大家要喜欢 杀这些艺人的努力 就是去看表演的艺人 就是平常也很累啊 他们只是要去看一个演出 管他们看什么东西 即使他们真的去看一个猛男秀好了 不可以吗 大家我们现在已经来到2023年 你知道上一次在台湾 因为演员在舞台上有裸体 而导致警察进来全程录影收正 已经是我在高中的时机 也就是20年以前的事情了哦 哦你那么老了哦 谢谢 所以 对我来说 我今天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天哪 我到底活在哪一个年代啊 真的 我觉得很荣幸就是在台湾 就是刚才你说的 就是台湾没有发出太多的那个 什么回应 就是过了就算了 对啊 我觉得这是素养问题 然后因为毕竟台湾也蛮进步的 就是在亚洲国家来说 毕竟是第一个同志婚姻 就是可以legal的那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台湾人也比较开放一点 对整个事件 不管是单单这件事情上面来说 或者是一些表演 或者一些跟身体有关的东西 会比较开放一点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就是如果你要说文化跟历史的话 说实在话 很老的老人家 就是七八十岁以上老人家 有可能都还比我们来开放的多 因为我也曾经听过我的老师 说他隔壁住的那个阿嬷 每天都是 是两个奶奶出来见人 然后就坐在家门口晒太阳的 哦 很健康啊 就是其实台湾的老人家 我奶奶要这么做 我一定会买那个房菜 其实不知道有多少啦 就是但台湾还是有像这样子 如此对自己的身体 非常的自然 跟我们不要说骄傲 就是他 这个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这是自然 我觉得就自然 没有说骄不骄傲 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因为我在 像我之前在公司的时候 就是当然我们有合约 就是我们不能有那个晒伤痕 然后我们签署合约 说身上不能有晒伤痕 所以我们要晒太阳 一定是全裸 所以欧洲这边在法国 有很多天体营的那个俱乐部 是 所以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后是一家大小 所以我当然身为一个亚洲人 对我来说是很不习惯 然后很很惊讶 啊 真的有这样的俱乐部 那我可以真的是 夏天的时候晒太阳 不用害怕吗 真的我去那边就是 阿公阿嬷 爸爸妈妈 弟弟妹妹 全部都是裸的 大家一起坐着吃饭 然后一起游泳 然后一起打球 然后我在那边我就 好 我也 反正你一开始很尴尬 对不对 我非常尴尬 我当然非常尴尬 我在台上 我有露屁股 我也没露我的前面 你知道 可是在那个天体 就是真的就全露 然后就是 很自然的做事情 对 很自然的 在那边就是像生活一样 是很自然 我觉得这是文化的差异 风马秀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表演 而且你今天 想要成为风马秀的舞者 你不是随随便便 你就可以进得去 你必须要有 非常好的身体能力 然后你有一定的身体素质 而且别忘记 你需要让你的身体 always维持在一个 很特殊的身体状态 那不是一个随便的 路上的阿猫阿狗 就可以完成的一件事情 他不是真的不是 然后还有所有的舞蹈员 他们回家一定会有 私人司机接送 每一个舞蹈员 每一个舞蹈员 那是他们合约里面 有给他们的一个条件 他们就是怕有观众 会跟他们还是什么东西 所以他们一定会有一个 私人司机送他们到家里 接送他们 今天主要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风马秀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子的秀呢 而且从我们聊天的过程内容 你会发现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 艺术性非常高 而且每一个人都投注 自己的创意进去 而且在不同的年份 他们会邀请不一样的 艺术家 歌手 乐手 这些在社会当中 在他们自己各个国家 具有影响力的表演者 跟他们一起合作 然后每一次合作的题目 可能都不太一样 会创造出不一样的表演内容 所以如果这是一个 不断求新求变 而且持续在寻找灵感 在做创作 在持续进步的一个秀 你会说它是一个 不入流的裸上身的表演吗 我想这个是大家很值得 去好好思考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透过Lisa事件 也可以让我们 很好的重新反思 我们到底跟我们自己的身体 有多么的不熟悉 对 请大家洗澡的时候 照着镜子摸摸自己的身体 爱惜它 Be proud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真的就像爱哲讲的 就是今天 就今天好吧 你听完节目的今天 Right now 等一下去洗澡的时候 摸一下 或是明天去洗澡的时候 好好的 透过那个沐浴乳 好好的抚摸 自己身体的每一寸肌肤 你会发现 其实有时候 我们跟我们自己的皮肤 超级不熟 陌生 很陌生 对 对 那我们先从 跟自己的身体 好好当朋友开始 透过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好好的跟自己的身体 做朋友 因为当我们越来越习惯 跟在乎自己的身体 其实我们就会开始 尊重自己的身体 当我们开始尊重自己的身体 我们就会开始去欣赏 跟尊重别人的身体 Exactly 今天的节目大概就到这边为止 如果大家有什么样子的想法 idea 可以到我们的FB跟IG上面来留言 也欢迎大家到 Apple Podcast上面 留五颗心评价 然后跟在上面评论也可以 当然啊 我们最近呢 我很努力的把节目放到YouTube上面 所以在YouTube上面 找我剧场 或是艺术家的ESP 你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 那你也可以直接在影片下面 留言我们都会看得到 你可以到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 留言跟讨论哦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拜拜